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已經有多了好幾位同學 你看連第二個都有上來的喔 來我們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差別 剛剛我們有看過第一個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個 這個還可以 他們家柱子是比較大一點 但是品質是還好的 他有做比較大 那我們往下看 下面這位 他是那個 他上傳的是原子檔 我看一下 其實你們在上傳檔案的時候 其實可以一次傳兩個或三個 你可以一起丟上來 一起丟上來就 這個就不用 就 不會說只能 只能傳一個 好 那我這個先去下載一下 好我先看 OK我先看這個 你看他就蠻聰明的有沒有 他就知道一次傳兩個有看到了嗎 好我先看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家就比較小一點 你們家有小一點嗎 不是 而且你有發現他的品質好像稍微差對不對 稍微比較差一些 那這個呢 你稍微看一下在這裡 如果你在做輸出的時候 他們就是忘記一件事情 這裡沒有調 這裡沒有調 如果你這裡有調 那表示一件事情 你用的是這個 3D視圖 什麼叫3D視圖 你看我現在右手邊這裡 我的3D視圖 現在是不是就這麼大 所以 你如果用這樣的話 他就以這個為主 即使你寬度夠了 可是他的高度 他就是以你現在這個高度 去自動延伸出來 好自動延伸 所以如果說你不想要以這個為主 這個地方 你可以選擇正方形 或者是其他比例 他就不會受限於 就是只有這個形狀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可視範圍 這樣你了解了嗎 這個地方 好 所以這個是剛剛 這位同學他遇到的 那再來的話 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 他輸出的品質好像比較差一些 有沒有發現 因為他不是用最高品質 他用的是 大概是第三個 第三個 所以 這個 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所以你看一下別人輸出的 應該大概都知道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valle 尺寸沒有變 齁 你尺寸沒有變 雖然你輸出 可是呢 他預 scans 它預設就400 所以就會看起來 那麼小 那麼小一個 那下面這些也都是一樣 喔 這個還不錯 你看 還有一件事情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打燈 有沒有 在傍晚的時候打燈 那燈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燈燈燈 有一個 專門是做燈具的 有看到嗎 那它有分幾種,一種是只有光源 也就是說它只有亮燈,它沒有燈距 就會變亮這樣而已,你看不到燈距 那有的是像我們這種距,有沒有,這個台燈啊 那一種就是有實體燈距,但是它上面又會發光的那一種 所以假設你用的是我們一般的像這種,這種台燈 你把它丟出來,假設我丟在這邊,丟在這裡 好,你可以看到,這樣一盞對不對 好,拉進來一點,這樣一盞,一盞都在這邊 對了,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這裡好像有一個小問題 如果我有牆壁擋住了,我每次都要偷看 才看得到對不對 請問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可以讓我一眼就看穿 你有超能力,請你在下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修改3D視點 就是這個地方 請你讓牆壁變透明 這樣你就有超能力了 但是浴室那裡就不要 沒有啦,開玩笑 你在這邊一做是所有牆壁都會變透明 那你看我們先試看看,也一半的 有沒有,這樣牆壁就變半透明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編輯的狀態之下 這樣是不是相對比較容易看 你就不用老是一定要就是用一個俯視的角度看 因為有時候這樣看,擺東西不見得比較準 所以你可以稍微按右鍵把這個3D視圖的地方 那當然如果你調到完全都沒有,那就等於沒有牆壁 就是你的家具會在 家具會在 還有什麼天花板會在 有沒有看到,我到一個角度有看到一個天花板 看到了齁 就是有點仰角的時候你會看到天花板 好,我這個地方 我先一半就好 這樣子 那我過來 如果我在這邊把它按下這個 用最高品質 好,最高品質 按過來 你今天如果是變成晚上的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看到那個燈亮起來 好,就會看到燈亮 不過呢 只要你是後面這兩個 就最高畫質的 雖然我這邊是不是有 讓牆壁變半透明對不對 可是呢 只要是後面這兩個品質輸出的 你的半透明就會失效 就是它會用真實的場景去算 那如果你是用高速度的 它這個半透明就會留著 半透明會留著 我們試看看你就知道了齁 我這樣一做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裡 有沒有一盞燈亮起來 五夜四點嘛 對不對 裡面有沒有燈亮起來了 外面就是漆黑一片 這樣有了解了嗎 嗯 那你說欸奇怪 為什麼這裡我沒有打燈 這裡也有 因為預設的話 它天花板中中央也有一盞燈 也有一盞燈 如果你不希望那盞燈打開 你把這個關掉 它就不會有那盞燈的亮光 就完全以 以你所設定的什麼 那個燈光為主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那你看齁 如果我往前 往前輸出這個品質 有沒有發現那個半透明還在 對不對 只是有加一點點陰影的感覺而已 如果你是最高速度 那就跟我們現在看到是一模一樣 就會像這樣 當然這兩個 因為都沒有問你時間嘛 所以 你有沒有點燈 跟會不會保佑你沒有關係 好嗎 哇 有沒有過年的時候 不是有人在安泰水要點燈 這邊就沒有差 這邊就沒有差 所以 原則上點燈主要是 第三個跟第四個輸出品質才有差 這樣會的齁 所以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呢 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同學他就是有用了一個燈的部分在這裡 那燈的顏色也可以調整齁 還有燈的亮度 你會點到這個電燈裡面 你看我點到這個電燈 燈燈 點兩下 有沒有一個光源的亮度在這裡 這樣瞭解了齁 你可以調整 那它裡面有 那個燈的顏色的話 就是由我們的 這個 這裡面去設定 比如說你找的是紅色 找的是藍色 就由這邊去設定齁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齁 這個也是一樣 它輸出的就是 不是最高品質的那一個 所以你看起來 稍微品質就比較差一些 這個就是太小 這個太小 所以大部分的情形 我們剛剛所遇到的 大概就是這幾個情形 這個是SZ3D 這個要下載 下載才知道 這樣有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看看自己的 也看看別人的 有傳上來 是有好處的 因為不只別人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知道說 大概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再更好一點 OK 來 還給你囉